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团游的地点一定是不一样 不一样 铁定不一样 我不确定他五百个数字怎么弄出来的 我总是觉得背后有他的政治考虑 我觉得你说台湾没有很大 也没有很小 五百个人太少了 太小了吧 就去了可以散播到很多地方 我觉得说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情况 很多人就说跟中国大陆之间 到底要有多开放 要不要开放还在争论之中 可能他先抛这个数字 试试水温 最肯定的 看看民间有什么反应 我猜是这个背景 不过呢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我发现两边的这个预期 看法都不一样 那台湾人当然也很高兴了 可是台湾也有一些声音 就怕就是你自由行 来的人一下太多呢 他景点本身都受不了 别说这个社会受不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知道现在在台湾 最有名的大陆游客 有一个游客他出名了 这个你听过吗 苏婉 就在有一个人 叫做中国常州赵根森 赵根森 赵根森你知道 你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嘉辉赵根森是谁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为什么他这么有名呢 就台湾不是个 有个东北海岸 有个很有名的风光 甚至叫野柳 对 是不是海边嘛 那些怪石头 对对对 什么女王头 其实就是常年的海水 跟海风的风化 侵蚀 做出来那个地形 赫兰上头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石块 石块上头磕着一个行字 中国常州赵根森 他就成为台湾最有名的 大陆游客了 很有气魄 我其实刚从台北回来 我前几天去成品 做个活动 那在台北两天走 你也磕了一个名 中国香港马家辉 知道吗 我倒是不用 每个人认得我 原来他是要说这个 重点我说完这个以后 还有第二个重点在于说 我坐自行车 那些司机师傅就跟我聊天 就以为我是大陆来的 就跟我聊 以为好像很期待我的人民币 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会以为我是大陆来的 我就直接问他 我说大陆来的游客 普通话会讲那么烂吗 我跟他讲 他那个所以我觉得 他说你广东来了 对不对 广州人的国语的普通话 比我讲好太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 他感觉到那个气氛 特别某些行业 比方说我刚说开车 他会期待 越多的游客来越好 整个台湾应该是 准备好了 Ready 台湾 is ready 我是这样感觉 不只是这样 我跟你讲 台湾的出租车师傅 固然很期待 大陆也很多人很期待 我这几年在大陆跑 我发现 最期待去台湾自由行的是谁呢 过去我们总以为 该可能是一些中年人 或者是中老年人 比如说退休干部 怎么样 哎呀去看一下台湾 哎呀看看那个 以前两奖 那个国民党 到了台湾搞的怎么样 这些绝来不是 对光听到这边 会觉得说那是团游系列 没错 就团游系列 真正会想要去自由行的呢 就是他一定有能力 自己背个背包 对就像你常常背包客 守天下 对那可能会比较多 年轻人 年轻人 你也把我算年轻人 多给面子 我跟你讲一下书婉 说我是年轻人 我昨天还一直背着个背包 觉得自己是年轻人 背着背包到处跑 我今天早上发现我不年轻了 那这样这一集 可以赚人民币来 我跟你讲 为什么今天早上 大家说得对 这是忽然而来的 我今天早上忽然有一下子 拿一个什么东西的瓶子 一个食物的瓶子 你看这个字怎么看不清了 然后呢 后来我发现我要摘眼镜 才看得清 是这样 这个自由行 因为我以为说 因为很多 我刚听闻到说 早上发现自己不年轻 我以为是这样 因为听说很多老 我跟你不一样 很多老男人 发现自己老的 这是从早上起床 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一分钟开始发现 我跟你那个情况还不一样 奇怪 我有点听不太懂 超出我 你别听懂 超出我的那个 尝试理解 现在说回 大陆想去台湾自由行 其实主要是批年轻人 比方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这几年 不是有几份杂志 特别火吗 年轻人里面像什么 城市画报 周末画报 你去看一下城市画报 这些 里面那一帮年轻人 他们都是 喜欢台湾某种文艺氛围 台湾的调调什么的 现在我发现很有意思 我在大陆碰到很多文艺青年 还没去过台湾 一说话说起来 对台北比我还熟 温州街那家什么 你都知道温州街什么地方 你怎么知道的 都这个范儿 然后现在就这帮想去台湾 都已经做过研究了 做过研究 特别想去 然后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个人物 你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里的这个是谁呢 这是个北京女孩叫赵欣 这个赵欣 长得蛮像你的 你别说蓝扮女状 蓝扮女状 我们看下张照片 你说像吗 你看下张 太不像了吧 对不对 拍摄角度问题嘛 对不对 他这个呢 从北京到台湾 就是他即将推出的一本书 那这个书呢 原来是来自于他的一个博客 那这个博客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赵欣这个女孩啊 就过去在没有自由行的年代 他其实已经用了别的理由 比如说考察 去了台湾环岛绕了一圈 住呢就是透过网上联系 比如说那种背包客 比如说谁背包客 有时候就欢迎别的背包客来家里住 他那种情况去住 又骑自行车 又搭火车 又坐公交 然后在台湾绕了一圈 回去写了个博客 这个博客有几百万人 点击上去看过 而里面呢 把高雄夸得好都不行了 其实他整个就把台湾赞美了 他受不了了 你知道连我们这些 在台湾住过的人 都觉得有点尴尬跟害羞了 不会啊 我觉得很开心 好 我读一段给你听听听看 你看这里面 他就说到你们台湾人啊 你是高雄人吗 倒不是 你不是吧 我觉得高雄也值得称赞 你看这边说高雄啊 他说高雄做捷运 他说呢他有一天 在高雄一个捷运站门口 在那研究买什么票 看得眼花缭乱 忽然之间售票员看到他 拍了拍这个窗台 问他你要什么帮忙吗 他就说哎呀 你们写的这个什么 我目有看懂啊 我表示很迷茫 然后呢这个售票员问他说 你迷茫什么呢 他就是搞不清 他现在要买什么票 他要去哪几个地方 然后那个售票员就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 你大陆来吧 什么时候走 就知道他留几天就说 你不要买套票 怎么怎么买比较划算 然后对他特别好 然后说哎呀你一个人来啊 真勇敢啊 怎么反应都跟你说的 你们总觉得台湾好像很游 很黑暗是吧 怎么每个人去自助行 他们都觉得好像 你很勇敢 你看他那本即将要出的书上面 他的封页不是写说 台湾多么令人感动吗 其实我们很单纯觉得 为这个小女孩 可以用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自由行 为她的勇气跟努力 我也感到很感动 真的 其实他的这么样的一个 很危险吗 不会 因为我觉得很不容易 就我像他那个年纪的时候 算也也不多 我只比他可能大个两三岁左右 当然 对我们大家都刚买二十 二十多 好再开玩笑 二十就老花了 只是说他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去游利 曾管他今天我觉得不容易 但是他到台湾去看的 其实跟我们 因为透过他写 我们才会突然间觉得说 其实台湾在软服务方面 本来就是很有口碑 就是 对台湾在服务 服务态度特别好 那只是我们以前呢 生活在当中 他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点 好比说我讲真的 很多人要跟我说 可可可你不要太客气 你不要一直跟我讲说什么 谢谢或不好意思 我说不是不是 我后来一直在想 当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想 我特别多理吗 不是 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 如果前面没有加个谢谢 或后面加个不好意思 我那个句子好像不晓得 要怎么样 不完整 接下去真的 我就会这样子 对 比如说要进人家门 我就抱歉不好意思 有没有打扰 然后就你不用不好意思 直接进来吧 没事没事直接进来 我觉得那已经成为我们一种习惯 我也觉得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上礼拜在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里面 比如说我去做一个演讲 然后有人开车来接我 然后有个小男孩 负责来接待的什么的 然后我就问他贵姓 然后他说姓李 然后我就叫他李先生 那后来送我走的时候 他说哎呀 其实从来没人叫过我李先生 你太好了 不然叫你李先生 叫你什么 根本不叫 或者喂 或者叫小李 或者是已经是好了 跟四肉五毒 就是你这些带的而已 我碰到很多 就是完全说 有时候喂 有时候小李 根本眼中没有李 他眼中没有看到你 根本不存在 你就是来服务我的一个人 我是有这种感觉 台湾的确是这样 这都好太多了 比如说你看台湾 说到刚才那个造星 结果最后那个捷运站里面 售票员 最后是一路把它送到 那个车站的月台 看着他要上车 在旁边跟他挥手再见 哎呀台湾多温暖 枪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接着见 对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造星啊 这苏安很关心 他将来会不会嫁到台湾去 那个我先跟你讲一下 有个不幸的消息 首先呢 是很多台湾人跟你一样 都觉得很为他的感动而感动 觉得你对我们台湾这么好 是吧我们也很感动 那于是呢高雄市市长陈菊 也感动 那陈菊呢就邀请他 说希望他成为就是自由行之后啊 第一批到高雄游客 说你这么喜欢高雄 我们高雄随时欢迎你 结果台湾的移民署说不行 说他一年内不能不准来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是没开放自由行的时候 来自由行玩 对不对 那当时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用的一个理由是来考察 那移民署就发现说 原来他当时那套行程 跟这个他报称的这个考察是无关的 所以现在不要让他来 那你看台湾还是要讲法治的 那考察不能改行程吗 跟完全无关 而且说我不确定这个女孩子的背景是什么 我觉得说大陆啊 像你刚说到的文艺青年 那对台湾来说一定 怎么讲呢 中间有些很大的吸引力的 台湾对他们来说 因为我们去台湾 除了去什么成品一些文化地方之外 他以为街上能碰到卢广仲啊什么的 然后你感觉到台湾人的确 那个服务业最近十年是蛮奇怪的 比方说女生啊服务员啊 特别有礼貌 女人越来越像日本人 讲话总是对不起啊 除了coco 那讲话总是跌起那个声音啊 好跌的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服务吗 声音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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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很温柔或是过度温柔 那女生像日本人 男生就越来越像女生 每个男生十个有八个 基本上直接说一句是凉凉腔嘛 或者说那个台湾叫得很好听的 不叫凉凉腔 他广东话叫拿影嘛 对我们广东比较粗俗嘛 对 台湾就叫温柔汉 很温柔汉子 对啊 那我后来明白 为什么台湾人越来越凉凉腔 喝那个嘛 书画剂 我正要讲 就是说我就知道他后面说 对不起 都是我们书画剂人的货 我才明白什么身边的人 原来我们大家想温柔点 就要喝那个书画剂水 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 怎么搞的 每个台湾男生 时隔有八个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 你们看一夜台北 有有当然有 一夜台北里面那个 纯品的卖书的那个女孩 我觉得她就是 现在很多人心目中典型的 那种台湾的很可爱的 那种服务业的那种小女孩 然后我看大陆 很多文艺青年中的小狼群 你看她说 为什么成品那么好 因为都是充满了这样的女生 他们就觉得受不了了 老狼群也是 蛮多人去了之后 以前拥有的梦 一个紫色的梦 反而不能说破灭了 她就去过了 反正圆了这个梦之后 回到台湾之后 安心住在台湾 当然也有 话说回来 也有很多人就 选择西境 从台湾去大陆 定居在那边 可是我是觉得说 大陆的特别年轻人 去台湾 很感动于台湾那种服务业 我作为香港人 就有点不服气 怎么来香港从来没有肯定 我们的服务业 我觉得 其实还是有 但不一样 没有写一本感慨香港的书 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差别 他们来香港觉得说 你好 是因为你被英国 什么英国人统治过 什么 这种好像把他任命了 实以为常 觉得应该的 你被英国统治过 比较文明等等 去台湾可能他们很感慨 我们也是中国人政府 你们也是中国人政府 怎么你们礼貌文明那么多 可能所以那个感动 特别的深刻 特别的家序 我觉得香港式的服务 跟台湾式的服务 其实是不一样 我们服务是好 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比较冷的 我们是讲效率 在香港 香港可以说很效率 但是同样的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我们包括我自己 其身感受我会觉得 你今天进去一副 就是你会买 对而且你可能 会掏出多少钱 他可能从你进门开始 他们很多人都很聪明 会评估 那一看你这个人 端的钱进来买 他立刻就会对你服务非常好 有些一看 竟然不会买的 你会发觉店员们 非常的务实 我们要说他们非常的务实 对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原因 是包括言语上面的 因为 这边毕竟长期 还是广东话是母语 对不对 所以在沟通上面呢 那你说台湾的话 大家讲普通话 相对大家了解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种 就是语气上 台湾的服务跟香港的服务 某种程度 都是他们都很有效率 有他们各自很务实的一面 不过台湾的服务 可能多一点人性 他可能跟你不是很熟 是 那随便你就能聊起来 比较温情 反正台湾 比较温情 多了一些这种 可是坦白讲 我有时候我还特别喜欢 我们香港式的这种冷漠 有时候那些人 对我太温情了 我会觉得 比如说去台湾 我当然很喜欢台湾 付买都不好意思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问题是 台湾有时候温情到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觉得自己 简直要拉一肚子水 这个被汝水温柔给灌注的 真是有点受不了 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的时候接着再聊 那么我们说到去台湾自由行 其实现在不只说去台湾自由行 现在还有另一个国家 对我们来讲过去 也一样很神秘 但理论上不应该这么神秘 因为它是亲密友好国家 就是朝鲜 也要开放自由行了 但这个自由行是自驾行 就你可以开着车 从这个吉林长春出发 从浑春圈河口岸 直接跨越国境 用自驾游的形式 就可以进入朝鲜罗仙 进入这个地方 那么而且呢 已经去了第一团回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朝鲜那边欢迎 我们自驾游的朝鲜美女团 在那边等着欢迎我们的 然后看看我们这些 自驾游的车主们 也都凯旋归来了 你看 可以由此可以想见 就是想去朝鲜自驾游的 跟想去台湾自由行的人 大概是两种人 是吧 大概不太一样 我想一般文艺青年 不会觉得 就比如说你问他比较起来 你喜欢台湾式的 比如说台湾的歌手呢 还是说喜欢看阿里郎 十万人大会抄呢 那恐怕还是前者 那么想看十万人 还有阿里郎大会抄的 恐怕都是像我这一 上一再上一辈的这种 对不对 我也看过 你也看过 对 我看过是因为呢 朝鲜之前开放 跟台湾这边有飞机对飞 三点五个小时就到 然后我们成为第一批 可以搭着这个顺风车 前进朝鲜去采访的记者之一 那时候进去之后 我就觉得 所以我很疑惑这样的自驾游 对我也是 我觉得他这个路线一定 对我们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你到哪都有人跟着你啊 对你眼睛眼角 随便描一下就知道 而且我们还很耍保 因为我们台湾来的小孩 记者都比较调皮嘛 也也不知道那么多规定 就是他们 我们去了某某大公园看 那边有那个领导人的大同像 我在节目上模仿 应该不会怎么样 然后就他有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手势嘛 还望向了那个太阳 太阳日 我们不是模仿 那时候记者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爬 都要做一个stem嘛 就在现场你必须要讲 讲述一下 那个地理位置 结果后来呢 别家正在做那个手势 立刻被阻止 他说你有沒有看到 那个门口有个警卫 有个机关枪 他可能就会围着你 这个在他们朝鲜来讲 这个举动是严格不可以的 这个动作 你不能模仿公园大同像 领导人大同像的手势 哎呀我还以为他要求你来模仿 像斯特拉这样 我以为要要这样模仿 对对 然后我们大家都调皮 想说调皮耍宝一下 那机关枪过来 对对对 然后大家只好轮流掉虎离山了 不过再怎么样 你都会发现 有人非常温情的服务嘛 他怕你有什么需求 没有办法嘛 那及时就有人可以跟你服务 所以我在想这个自驾 有的路线 我觉得很困惑 说朝鲜怎么自由行 就我们都知道就是 他们规定车子 全世界的人去朝鲜旅游 他一定是住在指定酒店 然后晚上 甚至出门都不让出的吧 也不太让出 然后呢任何时候走到街上 都有导游跟着 一定有 然后呢一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呢 就是你想跟当地人说话 是绝对不可以的 绝对不行 那当地人本身也会躲胎 要经过他们许可 对要经过许可 而且我还知道呢 有些景点啊 那个景点里面看到的老百姓 其实都是演员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像这个伟大主席的相底下 那么有些人有些少女 青春少爱的少女 坐在那温柔浅笑的看书 其实那个是个演员 是个样板 那么所以我就怀疑 你这个自驾游 怎么个自驾游 是不是一过口岸就要坏司机呢 没有他说明自驾嘛 他不说自驻嘛 就是你就自己自己安排 你开车 旁边有一个人跟着做到 因为他根本没有 适合的交通工具 所以唯有的完全安排了 你说交通工具也好 住在什么地方也好 我们都知道朝鲜的状况 你说除了开车 可能一路被温情的招待之外 你住什么地方 可能那个地方我们心里想象 都是可能完全有偷听器 也有可能 像去台湾也不无这个考虑 可能最近几年改变了 我记得前 台湾装偷听器 前四五年前 台湾开始流行 好像不止四五年了 开始什么呢 满宿 民宿 民宿 民宿现在很红了 对 可是前几年刚开始嘛 总是有好有不好 网上就盛传了 台湾的民宿 十个民宿里面 有八个有九个的厕所 是装了针孔 台湾很流行针孔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这个太夸张了 我觉得这没有那么严重 那比例不小的 你确定他做的是民宿 不是那种三流跟五六流 级的旅馆 就是民宿才是 那个他的老板嘛 你真的旅馆 家卉你是去的 你去的是爱情酒店 不是我去爱情酒店 爱情酒店 爱情酒店 我们去的民宿都没有这个 爱情宾馆 当然有 当然有针孔 可是民宿也有的 所以我去台湾自由行的旅行 朋友们都是这样 上厕所都是带着紙袋的 套着头 因为你防无可防 你不能不向厕所 对不对 不能不洗澡 我都没听过 那就干脆大家 你认识那些什么人 没有他说 你最后自我保护的方法 套住脸 我懂 可是在台湾 如果被发现真空 那家的业主要被吊销执照 对啊 所以现在几天 今天 今天先